人生感悟解读生命的意义一辈子后悔三次 绝书这个人很固执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喜欢和别人唱反调 早先 他在龟山的北面种地 把水稻种在干旱的山坡上 把高粱种在山脚下又低又潮湿的地方 他的好朋友对他说 水稻喜欢潮湿 应该种在山脚下 高粱耐干旱 应该种在山坡上 你现在正好相反 违反了他们的生长习性 是得不到好收成的绝书不听朋友的话 结果种了十年地 家里总是连饭都吃不饱 他这才注意看朋友怎么种地 发现朋友把水稻种在湿的地方 把高粱种在干的地方 果然能丰收 于是 他向朋友道歉说 以前是我错了 早听你的话就好了 后来 他到一个叫问上的地方去做生意 他想 以前吃亏就吃在不和别人一样 现在别人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于是 看到别人抢购什么 他也去抢购 看到别人卖什么 他也卖什么 朋友又来劝他说 你总是跟在别人后面学是不行的 因为那样毕竟比别人晚了一步 等你进了同样的货 市场上这样的货已经很多了 你的货就很难卖出去 会做生意的人要尽别人暂时不争不抢的货 这样 等到机会来了 就能赚大钱 绝书不听 又过了十年 他已经穷得连做生意的本钱也没有了 这时他回头想想十年前朋友说的话 又去向朋友道歉说 你说的有道理 我真后悔不听你的话 后来绝书和朋友各自架着渔船去东海捕鱼 船开到一个大漩涡附近时 朋友对他喊 不能再往前了 前面是大漩涡 进去就出不来了 绝书认为前面余多 就没有听朋友的话 继续向前驶去 结果他的船被卷进巨大的漩涡中 一遍又一遍地转圈 就这样 他的船在漩涡中一转就是十年 好在漩涡中雨很多 他就靠吃生鱼喝雨水勉强活着 直到有一天 海里像山一样大的鱼 变成巨大的大棚石 激起了冲天的巨浪 才把他的船带出漩涡 他回到家时 头发全白了 身体枯瘦得像一根蜡烛 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他来 他再次找到朋友 深深地拜了两拜 用手指着天说 我以前太固执了 现在 请太阳作证 我这一次一定痛改前非 朋友笑着说 你已经老了 青春年华已经过去了 再悔改又有多大的用呢 与朋友们共勉 感谢你们的陪伴 男人的准备 怎么办 我先帮你 我先帮你